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会之后 双方的气势明显肖长 前总统川普意气风发 民主党则是陷入仇云产物当中 纽约时报开出第一枪 呼吁换掉拜登 甚至有人期待 第一夫人能够将他给劝退 外界分析 如果民主党走向换败之路 可能会有三种剧本 都不太好走 控将陷入混乱 辩论完首场造势 前美国总统川普意气风发 宣告自己大获全胜 毕竟没人想到川普本色发挥 竟然让对手一败涂地 拜登在辩论会上 茫然呆滞与无人次 网上梗涂风传 川普骑着老鹰飞翔 老起水里挣扎的拜登 原本时代杂志封面 是拜登快出局 网友加上了川普开心 抢占C位 名嘴坦言 两人对决 让他想到权王泰森 向来立体民主党的纽约时报 开了第一枪 标题写着为了国家 拜登总统应该退选 民主党饱受惊吓 内部换败升起 美国媒体披露 拜登将和家人 慎重讨论 是否还要选下去 部分人是希望 第一夫人急而劝退另一半 但看起来他坚定 护肤到底 直求反击外界批评 有人调侃他站上台 讲得比丈夫还好 至于川普的妻子梅兰尼亚 辩论不见人影 连续缺席竞选活动 报道直指 如果川普入主白宫 梅兰尼亚将不会 全天候当第一夫人 外界分析 如果民主党走上 换败之路 可能面临三种发展 一是拜登在正式提名前 自行宣布退选 二是呼声高的 党内人士主动挑战 三是拜登 在全代会后知难而退 交由党内选出新人选 距离民主党全代会 还有一个半月 要改变得趁现在 在无论哪种方式 都很混乱 让民主党陷入天人交战 记者最后报道